用綠地或樹森林來做積水的條件 剛剛有我們夥伴 民眾有提到了兩個問題 就是四錯山還有本村皮 還有剛剛黃宜波提到的周邊的環境 你們要不要再請德鴻做回應 剛才其實水的部分 剛才其實林理事長已經講了很多 其實確實最近常常都開始在談 就是說最近像水利署找我去上課 我就挑戰他們水利專業 但是我聽到林理事長這樣講 我真的還蠻抱歉 我剛才講的一件事就是說 梯房不是水利工程 結果他們每隔都快混到 梯房怎麼不是水利工程 我說梯房做了以後 我對水不利啊對不對 你是我規定水要往這邊走啊對不對 打開水要往這邊走 你說我規定得到 對水不好嘛對不對 對水不利 那你也很難去利用水啊對不對 做了梯房以後你就不能夠去利用它 對不對 所以梯房怎麼會是水利工程呢 好 那他們就問我說 那你應該是 梯房應該叫什麼工程 我說梯房應該歸土地開發工程 因為它最主要就是要跟你搶下那一塊地 那我講這件事情來講的話就是說 其實有很多的概念其實不太一樣 我其實常常看到我們不要碳足跡 因為那二氧化它不是我們要的 但是其實一樣的概念可以放到水足跡 水 剛才有提到就是 我無論如何都讓它多留一步多留一步 因為它多留一步它就是水資源 你都是做排水工程就排到海裡面 然後你就說我沒有水了對不對 所以排水工程是把水當做垃圾 我不要它 那但是我們偏偏又怎麼樣 又需要水 所以其實怎麼樣把水多留一步多留一步 你才有辦法去利用它 那每一個地方都多留一步 其實它就不會集中 水不會害人啦 是水勢在害人對不對 勢就是力量的集中 所以怎麼樣利用時間跟空間 在上游的地方都把它 每個地方都擋一下擋一下 其實都可以保障到下游 所以這現在開始在談海綿城市 或者是任性水管理 其實在談的都是這件事情 但是我覺得其實 我覺得工部門當然現在開始 慢慢也在做一些調整跟學習 但是這就真正要跟那個 全球氣候變性要比快了 到底誰比較快 因為就像廣池 其實廣池這些樹 大家很多人認為那只是一棵樹而已 但是我其實我要談的是說 其實每一棵樹都是一個故事啦 廣池是個故事 我很擔心就是說 其實台北有那麼多的故事 但是很多的概念 很多開發觀念 是把這個故事給米平 就是我不要這個故事 我要重新來過 其實我覺得這是很可惜的 其實最難copy的 最難夠 最能夠讓人家感受的是故事 而不是那個量體 就比如說像剛才提到 那種文詞 這地方來講的話 神也有什麼皮 什麼也皮 到最後都沒了 那我們就好可惜好遺憾的事情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說 難得還有故事的地方 你其實應該想辦法把它留下來 那最後一個來講的話就是 永春皮其實真的要聯合周邊一起講 我很怕就是說 我們只要focus在這個地方 因為focus在關注在這個地方 其實你只會談到 我在這邊要做什麼事情 但是永春皮不一樣 我覺得剛才那個 陳昭波老師講得非常好 畫龍點睛 這個眼睛是整個四瘦山的眼睛 而不是說我今天我只談那個眼睛 就好像這個四瘦山 這永春皮 它有它的重要性 但是它現在怎麼樣 它現在得了白內障 就是它現在的狀況並不是很好 那我們就要去改善它 改善它以後 不是說我這眼睛變好就好了 它這眼睛變好 它是可以帶動周邊整個都變好 在深奈富裕裡面 其實有個很重要的關鍵 叫做最劣化的改善 其實就是說 你要找到一個地方 它的目前狀況是很差的 那我把它變好 那我把它變好以後 其實它的效益是最大的 那其實不管是 那我們剛才講的一些避難所 或者是一些 目前環境不是很好的地方 你把它變得好 那你看從負面就變正面 那其實那個條件是很好 那應該把這些地方全部都找出來 然後應該要優先把它去做 這樣的一個提升 我覺得對整體的效益是最大 那最後一個是講 黑灌馬鹿 黑灌馬鹿是很有 剛才那個德王老師講說 大笨鳥 其實它很有意思 然後現在每個校園來講 都有一兩隻 都是幾隻 變成這樣代表現的部分 像黑灌馬鹿也是一樣 它雖然它常常飛到樹下裡面 去找蚯蚓啊 找東西來吃 但是它是住上面的 所以一個大樹來講的話 對黑灌馬鹿來講 就非常的重要 所以其實不是說我只是種樹 我只是在談它的覆蓋率 只是談氯化 其實那個大樹的流下來 其實是很有效益的 尤其它的樹散啊 對於深海狼道啊 潔流啊等等之類 都有很大的好處 所以以上回應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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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場 我是柳鴻